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520之后不是一直啦啦啦啦涨了七八天对不对 但是到了昨天收盘的时候 整个整个上面往上面去的话 有一条压力线在这个地方还记不记得 然后我就跟你讲这个 那明天的盘就是指今天了 指数能不能够重新突破这个压力线 就是明天那个盘能不能继续涨的关键有没有 老婆指数不要动 我把时间再拉长 让大家看得更有那个感觉 因为这一波啊涨了七八天有没有 从520之后 对 指数基本上就是一路一路往上涨 然后呢 从长期一般坡来看的话 看到都下面都是支撑线嘛 但是到了昨天盘中 昨天不是开盘以后往下杀过一波吗 昨天杀一波到了盘中的时候 曾经把这上涨这五六天以来啊 等那条支撑线有跌破掉 所以各位啊 到了昨天收盘的时候 从长期一般的坡来看的话 我跟你讲是对 上面有一个压力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够突破这个压力 就是盘能够续涨的关键 好 各位 今天的盘就在这个地方关键来了 这个盘呢 今天开盘以后啊 本来在盘下啊 震荡震荡震荡 后面开始往上拉 但是各位重点是 今天最关键就是因为啊 他后来 他拉过了那个 8533的那个位置 所以后面的盘啊 才今天后面的盘能够大胆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来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一下来 各位 对 就突破那个压力线 在盘中 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把再放大 给你看 各位看懂了吗 其实各位今天开盘的位置 其实开的并不是很漂亮 但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是哪里 就是我昨天讲的那个东西啊 各位 那个8533 最近讲我说各位啊 对不对 我说各位这个盘啊 明天的盘就是今天的啊 能不能够重新突破8533 站上去的话 就是盘能够长的关键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盘有啊 在这个地方 指数啊 上去以后 突破了8533 那里各位 记不记得盘中 曾经在差不多8540到8520 来回震荡过一下 为什么会震荡 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他突破了那个8533 压力线之后 短线给你甩一个轿子 之后呢 后面跟你继续给你往上拉拉拉 各位啊 后面这一大段 涨到将近快60点 为什么可以涨这么大一段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啊 8533突破过去了 各位看到了没有 啊 所以哦 今天整个的关键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今天这个盘啊 我就一再讲 各位 奇货跟股票 围在哪 各位 你想成为股市的大赢家 要来那行人看门道 对不对 是啊 那各位 所以今天这个盘 整个的关键 看到没有 其实今天盘啊 在9点多以后 再往上拉的过程当中 这个地方曾经过 击杀过一次哦 但重点是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急杀 吓到说啊 这盘大概涨完了 要跌了 各位 因为8533 你听懂了吗 所以我再讲各位 做奇货 做奇货 你要懂得看门道 今天整个的关键 在于8533被突破 所以后面可以 再涨将近快60点的空间 就这么大在这个地方 好了 所以各位啊 今天整个盘呢 其实各位 今天开盘的那段时间 你看多看空 其实不是重点 因为反正那个地方 对不对 第一个空间不大 第二个来回震荡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各位 那今天这个盘 其实除了今天这个盘 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就是 除了有过8533的 昨天那个本来 昨天一个压力线之外 第二个 今天大户做多的力道 强不强 相当强哦 所以各位 你不要看昨天 美股 你说刀琼不怎么样 对不对 你各位让自己看 今天一整天的时间 哇 今天大户做多的力道 还挺强的 除了开盘的 一小小段时间之外 大概就是小多小空之外 各位哦 其实啊 今天大户的力道 大户多空的力道一测 其实从开盘没有多久 很快的就已经测出来 哦 大户哦 开始在做多 不单做多 今天为什么可以涨到快8600去 就是因为今天有没有 你各位你看 整个前面大户那个做多的力道 有没有 都远远的 对在那个白色那个区间线之外 在之外 所以各位这家有说多头的力道相当相当的强 哦 所以各位你看 第一个对不对 今天指数有过8533 这是第一个突破压力的关键 第二个 突破压力之后 看到没有 因为大户啊 做多的力道相当相当的强 所以各位 我们后面可以继续大涨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今天这个盘啊 第一个各位 如果今天盘对不对 在指数过了8533以后 你知道该去做多单 同时你看说 哎呀 今天大户的力道很强 对不对 更应该做多单的话 各位那我恭喜你 今天后面这个 你起码赚了五六十点以上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对我说 今天盘两个关键 第一个 指数过了8533 大户做多的力道非常的强 那一个趋势就这样就出来了 一个趋势方向就这样出来 各位 做期货不就在做方向而已吗 不就在做那个趋势跟方向而已吗 我也讲各位 各位其实你都知道 做期货 你方向抓对了 赚多赚少 方向错了怎么办 赔一堆对不对 好 所以各位 今天这个盘啊 不论今天你怎么做 但是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盘你做不好的话 来 我一带讲各位 那韦国庆有没有方法 可以帮你 每一天把这个盘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清清楚楚 今天的观念在哪里 今天开盘开的并不强 但重点是 为什么后面对不对 可以拉这么大一波 各位因为强势于盘 短线那个压力 叫做8533 8533在开盘之后的话 指数突破 就是突破了8533 所以各位 代表说对不对 那个方向啊 继续往上走就出来了 这是第一点 既然今天指数 可以再突破那个压力线 8533 同时 对不对 各位 今天大户的刚才你看过了 今天大户从开盘以后 没有多久 就开始做多 不单做多 而且今天 它的力道是相当的强 再讲一次各位 因为今天它做多力道 对不对 远远超过白色那个区间线 所以今天这个盘 你不要看昨天美股不怎么样 所以今天 昨天美股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 今天台股涨不动 因为今天大户做多的力道 非常的强 远远在那个区间线之上 所以各位 今天变成一个大户 做多的趋势盘 各位我问你 什么叫趋势盘 什么叫趋势盘 那各位以台指期来讲 对不对 或是以大盘指数来讲 大概一天的高低点 大概有差不多80点 或是100点以上的那种盘 我们叫做趋势盘 对不对 甚至再多的话 也许100多200多300多都有可能 那叫做趋势盘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各位如果你刚才是 你没仔细看到大户力道的话 对不对 我们去看 再看右边下面 可以看到了 我在想 各位今天为什么可以涨这么多 因为今天大户做多的力道 相当相当的强 除了开盘那一小段时间之外 对不对 它整个几乎它做多的力道 通通都远远在这个 白色这个区间线之外 之上 所以各位懂得道理了吗 所以各位今天哦 今天哦 你好今天这个多单 做多你好得把握住的话 今天对不对 少说五六十点以上 今天做期货 一个当初 你都赚个五六十点的话 也高兴了 对不对 那各位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盘很简单 第一个 有过8533 第二个 大户强力做多 那就好了 好各位 今天我讲各位 做期货对不对 基本上你把这两个 你把 我讲各位 任督二脉 就是这两样东西 各位每一天做期货对不对 你按照微博新的SOP 你从看盘开始 对不对 每一天 到底啊 这个盘 到底会涨还是会跌 对就是到底是 上面到底是支撑线 是压力线 还是有支撑线 转折点在什么地方 各位懂得意思吗 第二个对不对 今天大户的力道 是大户在做多 还是做空 不管它做多做空 它的力道强不强 只要力道对不对 够强的话 一个趋势盘 当天高低点起码80点100点 或是100多点以上 那各位 我讲各位 任督二脉 对不对 各位这两个指标 就是每一天帮助你 方向各位 做期货 做方向 方向对了 什么都对了 方向错了 什么都错了 各位 我问你 控盘手大户 对不对 做多的话 你认为盘 往上去往下去 对啊 往上去啊 大户用力做空的话 往哪里去 往下去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一直讲嘛 靠这个东西 把那个方向 好好的给他抓住 方向抓对了 一切都对 我跟各位讲 我说真的各位 很多人过去 你做期货 对不对 为什么 都是对 就算你做对了 赚一点点 你做错了 赔一大堆 第二个对 就是方向搞不对 就是方向搞不对 第二个对不对 不知道今天这个盘 到底 关键的转折点 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样子 好了各位 时间我讲快一点 所以各位 今天很简单 对不对 第一个 今天指数上去 有过8533 告诉你说 等于说 告诉你说 突破压力线 上面空间很大 第二个 大户在用力做多 力道很强 今天是个多多的趋势盘 好了 那既然今天 大户是做多 对不对 的趋势盘的话 那今天做当冲 更简单 那各位讲过了 对 那就看今天 对 做当冲的话 到底什么地方 箭头跟大户有同向 有同向 就是盘中 那最好的一段 这个观念 我天天给你讲这个东西 好了 那今天当冲 我跟各位讲 各位 其实今天这个当冲 有趣哦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箭头是翻空的 你自己看 各位今天在一开盘的时候 不好意思 当冲八十九六 箭头是翻空的 当时大户 也没怎么做多 所以各位 这个空单 其实我去做了 我去做了 但重点是各位 你看 问题是 后面很快的 看到没有 大户都跟那样指标 马上测出来 大户 很快就开始翻多座 各位 当时那个位置 差不多在8510 那个地方而已 对 只是往上一冲到8510 已经测出来大户 开始在做多 各位那我请问你 就算对不对 开盘你去放空好了 问题是 当大户 多空指标 已经测出来 大户的力道 在翻多的时候 你该怎么动作 空单对不对 先出掉吧 出掉以后等什么东西 等看进入哪里 开始翻多 各位 就算开盘 八十九六 去做位空 各位 我只赔了十几点而已 因为到了8510 就知道说这盘 大户开始在做多了 好 各位今天开盘 我赔了十几点 但重点是 后面各位 后来当指数冲上去以后 箭头在8538 这个地方 开始翻多了 各位看到没有 当时大户 多多的力道 已经很明显的 一直在 已经都冲出 白色那个缺间线 代表说这个地方 其实大户的力道 已经很强了 各位 8538 这个数字 可能你有点 8538 跟什么东西很像 不就那个8533吗 找不来 我们一起看 各位 今天为什么8538 会翻多 很简单 就是因为指数 在过了8533 那个压力之后 各位 搞不来 我们再照一下 为什么今天的关键 在85 对不对 为什么指数能够 大战 这样 各位 因为今天的盘 在这个地方 突破了8533 这个压力线 好 我请拉远 所以各位 所以后来当中箭头 在8538这个地方 也开始翻多了 而且各位 重点是 当箭头翻多之后 大户的 对不对 就是一路给你 做多上去 哇 各位 那你多段 赶快做啊 对不对 就报警一点 一直上来 后来盘中 到了8588这个地方 现在才翻一个空 各位 光这一趟 对不对 上去已经将近快50点 50点了 非常不错吧 好了 8588翻空以后 大户没做空 两者不同项 不同项怎么办 你是个保守型 对不对 空单不要做啊 多单跑一趟啊 这已经50点了 好了 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真的是 多空什么都要做的话 做没关系 对不对 我说各位 你继续设个20点 20点 三点停水呢 也无所谓 非常重点是各位 反正对不对 今天就是因为 指数过了8533 那个压力之后 因为箭头8538也翻多 而且翻多这对 大户的力道 非常非常强 就一波这样给你冲上去 各位 我说今天这一段 你把握得住的话 已经将近50点以上 那各位 今天做当冲 其实也简单吧 不需要 还能这样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吧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盘啊 很多的人啊 会为这个盘的 吓到为什么 为什么 简单讲 这个盘挤拉之后 给你挤杀一下 拉一下之后 到这个地方 好像又不太动了 对不对 拉一下又可以 给你往下杀 而且就盘 尤其盘中那样时间了 来回不断地震荡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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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说真的 各位 你自己看好 如果说 各位 你做期货 如果每一天 你是看这种图 你看这种图操作的话 我请问你 你怎么知道 这个盘到底要涨要跌 对不对 但是我讲的 各位 但是反过来说 只要每一天 你是用维国圈的SOP 那各位 就这三样东西 我再讲一次各位 透过强势预判 对不对 你马上知道说 这个盘到底 是后面有 有没有突破压力 有没有机会继续涨 第二个对 重点是 今天大获助的力道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各位 后面对不对 一波这样涨 就涨到超过50点以上 就这样就好了 那各位 做期货 在那 期货真的做得好的人 盘中出手不要多 你不要每天 冲了5次 8次 4次冲到你自己 头晕脑脏 今天各位 出手两次 第一次 而且我跟各位讲 重点是各位 其实今天各位 今天我觉得 今天最难能可贵 的是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各位 今天开盘 各位今天开盘 就算我去做空 但是各位 问题是 到了8510 我就知道 我这空单已经不对 为什么 我说过 讲过了 因为大货已经 很明显开始 开始在做多了 这个地方已经很明显 而且时间已经拖得很长了 我跟各位讲 我说真的 过去以来 很多人做期货 为什么你会赔大钱 原因很简单 过去 过去长期来 不管你做多做空 当你那个部位 做错了以后 很多人 你舍不得 你舍不得设停损 你舍不得认赔 对不对 因为你的心里面 总是有一种侥幸 就是说 譬如说你去做个多单好了 做个多单 直接开始往下跌 跌了以后 你很多人不肯出 为什么想说 待会儿这个盘 看有没有机会弹上来 对不对 好看 而且你会想说 如果说我做多单 跌下去 给它停损掉的话 待会儿如果就弹上来的话 不是给了 反观讲也是一样 你去放个空 明明放空以后 大盘往上走 你还想说 好看 这个盘 看有没有机会跌下去 但是各位 问题是各位 做期货 做期货的最高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大赚小赔 我跟我讲 我说各位 人不是神 对不对 没有人做期货 可以百分之一百对的 但是 围在哪 就算偶尔我做错了 但是重点是各位 我知道各位 就算我做错的时候 我很快就知道 我这个部位 到底是对还是错 对不对 各位就像今天开盘 就算我去放了个空 但是重点是 也猜不过 后面涨了十几点 我就知道说 糟糕 这个已经不对 为什么 因为大户开始在做多了 已经行的对 箭头空可是大户多 已经两者开始不同向 所以各位对 在851级一看不对 赶快空单线出掉 所以各位 就算做错 我这错一点点就好 但是当我对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一波给它咬到底 各位 这叫做 真的专业做期货 不是吗 各位 我会不会 每天在节目上 只给你讲 我每天赚钱 不会讲这种东西 错就是错 但是问题是各位 今天就算我做错 对不对 我错一点点 我就知道 我那个单子已经错了 赶快出掉 那各位 这才能够长长久久 那你做期货 你追求的 不也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吗 好了 所以各位 祝你今天也是一样 对不对 不管你今天怎么操作 希望你今天 都有做多 赚很多的钱 而且各位 不要说今天 过去以来也是一样 重点是各位 未来的 长长久久每一天 各位都希望你能够 用企业对不对 帮助你能够累积财富 好了 那今天这样正当之后 那明天开始谈判 怎么看 下回来就说吧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永城国陈国陈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力随时接力 葡萄王人生险逼群 黄金三配方 体力保护精神 一次到位 长小时小时 葡萄王人生险逼群 他是春娇 他是志明 想当年志明一表人才 认识没多久 春娇就嫁给他了 春娇妈整天说 买菜后也没这么亲菜啦 现在选择金融贷款 春娇不会再这么随便 有money101.com.tw帮他做比较 当然不会再选错 免费比较金融贷款 立即上money101.com.tw 多比较错不了 美金神 葡萄王人生险逼群 长小十小时 活力不间断 他是春娇 他是志明 想当年志明一表人才 认识没多久 春娇就嫁给他了 春娇妈整天说 买菜后也没这么亲菜啦 现在选择信用卡 春娇不会再这么随便 有money101.com.tw帮他做比较 当然不会再选错 免费比较信用卡 立即上money101.com.tw 都比较错不了 永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有救 大家回到当然先进来看到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 其现货同步都是上涨做收的 甚至现货差三点 就要攻上8600点了 所以看起来 现在这种多头的格局 后续该怎么操作 再请教我老师 好 各位 今天这个盘 其实有个很好的地方 就今天收盘的位置 收的其实够漂亮 为什么怎么说呢 来 各位你自己看 其实这几天以来 如果你有看大胜现金的话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 各位 从结构上看 对不对 我说各位 重点就是台子 就是那个大盘 到底能不能 对 过这条A线 因为这个A线就是 这一波整个下跌以来 之前对不对 可以说它点准说 原始的那个下降趋势线 因为之前两次的高点 所连的那个压力线 看到没有 老不来放大到这块来 到了今天 终于收盘的时候 有突破站上 有突破站上 最后那一根 对对对 所以代表说 其实 这一波台股的多头力道 算是OK的 所以各位 所以今天行销量 其实还是没有很多 不过其实突破了 是 还是有 是 所以都跟你讲 因为其实讲到这个成料 我跟各位讲 其实我希望各位以后 你不要太每天去计较 那个成交量 我跟各位讲 就算 或者大家知道 就算一天600多亿的话 它要涨 它还是要涨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要赚到那个价值 对对对 就是提货的人 必须要很知道 对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我说各位 你去看价的变化 比你看那个量的变化 其实重要多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 这很重要 这也不是 这一阵子以来 台股的成交量始终就是那个样子 对 可是它也是涨了 回头就已经8000 对对对 所以要相信 价这件事情比量重要 对 各位其实真的 过去 我说真的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台股这很多的地方 都颠覆了很多 过去传统的思想 过去都是说什么 什么价量配合 什么价增量 什么量增价增 或是价量齐扬会觉得很开心 去捐向了指标 对 但是最近似乎有点脱钩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我再讲 对 现在的价的关系 比量的关系 是重要很多很多的 好 那今天这样 那就简单了 反正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 基本上有过去 这条A的位置的话 所以各位 等于说 从今天开始 未来一段时间 基本上 只要那个指数 都能够称在这个A 因为A线也被突破的话 一样 就是压力线 反过来变成叫做 第一个支撑 第一个支撑线 所以未来几天 只要这盘 不再跌破这个A线的话 那那个多头力道 算是够强 好了 那就算如果转线 真的有什么闪失 真的给你跌回来的话 那基本上 只要这个B线 不再跌破的话 那个来讲的话 多头力道 也还算够 我跟我讲 这个盘除非 未来一段时间 如果连这个B线 都跌破的话 那代表说 这个盘会结束 但重点是 只要这个AB线 都能够守得住的话 那趋势往上 就不会改变了 所以各位 要看得懂这种东西 好 而且各位 其实今天的盘 不单是说这个 从结果来看的话 有过了那条A的压力线 我跟各位讲 各位 如果说假说 你的资金大 而且基本上 你起货做的口述比较多 你是有在做流仓 做波段的话 那各位 这一波 各位说真的 其实这一波 从520以后的上涨 很多人基本上是跟不上 为什么 尤其在523那一天 有没有 一天涨了快要300点 对 所以很多人 因为那一天 那个快300点 很多人跟不上车 所以后面整个 就漏掉了 很可惜 非常可惜 而且重点是各位 因为5月份这一次 说真的 它前半个月 是在往下跌 而且当时 整个市场的 空虎的氛围 算是很大的 所以当523 其他时候 很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所以当天反应不过来 后面也就反应不过来 甚至很多人 是一路放空 可以尬到现在 哎呀痛啊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但各位重点是 如果这一波 从这波涨了 五六百家 是你都漏掉的话 那各位 其实我想应该还记得 当时各位 如果你当时 这个大概差不多 5月23号 5月20号那一天 你有看大乘先机的话 记不记得 从波段 维护线的那个 先机波段来讲的话 8034的时候 其实啊 这一波整个的 这是520那一天 就开始翻多了 之后就连续涨了 五六天之后啊 一直到上个礼拜 在8437这个地方 曾经翻过一个空 那一样嘛 多单就先跑一趟 对不对 但重点是 到了这个 在前天的时候的话 8496 等于说 这一波的上涨 8496 第二次又开始翻多 到今天已经快8600了 所以各位啊 这个波等于对 才不过做了两次多单 将近快500点 各位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假如你真的是 假如你齐我私有 在做流仓 或是口述大一点的话 那给我说真的啦 其实我想想 其实齐我这个东西 也不是每个人 每天都在那边 当冲冲来冲去 因为做当冲 真的是要对 真的你要时间比较多 但重点是 假如说你真的喜欢 做趋势做波段的话 那各位啊 假如说这一波 从520那一天 你已经跟着 维尤星 打不过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已经有 跟着维尤星操作了 那这一波 也不过才做两次多单 500点已经 对 掌握在手里面 而且我跟你讲 其实讲到波段这个东西 我说真的 我就有点感触 有点什么感触 这一波 假如你是在做股票的话 各位我请问你 这一波的强势股 你到底抓住没有 对不对 很多人这一波 也是一样 就是看来指数赔来加差 不是也一样吗 各位我的意思说 如果说你做股票 真的是每一波 就算大盘涨 你都抓不到强势股的话 我说各位 那你为什么 对不对 那你就拨一部分的资金 来做做期货 对不对 很简单 一样看一下 一样 只要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两者同向的话 你该做什么动作 各位就跟做当冲一样 你就多 到什么地方 该跑一趟 就跑一趟 什么地方又开始翻多 大户做多 你就再做一趟就好了 各位 这样子的操作 比你的股票 是不是简单太多了 我讲各位 股票这种东西 基本面 技术面 对不对 你怎么搞得懂 但是不话讲 问题是 我刚才讲一讲东西 明天的关键点位 来来来 先讲这个东西 好了各位 那今天早上去之后 好了 基本上 突破的压力线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下面都是支撑线 这两个地方 就是明天 最关键的位置 各位 明天那个盘 如果说有震荡的话 那明天盘中的低档 就在什么地方 你去这两个位置 所以各位 这两个地方 你最好今天 先能够先预先知道一下 好 那除了这个 已经算出来 每天大概低档局 在什么地方之外的话 那各位 其实这一波的大涨 如果说你看大升先纪 有一段时间的话 你都知道 对不对 大力光 现在闯破断性高 对啊 我一直想给你们看 大力光到今天 还在闯破断性高 回头一看 5月9号那一天 全市场上 还在看悲观的社会 我就跟你讲 对不对 我的电脑对不对 已经开始翻多了 热声 今天涨停板 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几天了吧 因为有个利多 今天开办 跳空涨停 各位 这个股票 我不是今天讲 我跟你讲了四五天的时间了 所以各位 应该对不对 都是出现破断买讯 甚至宏达电 到今天来讲的话 也在继续往上涨啊 所以各位 见头重要 那各位 明天在 未经许是否则 谢谢大家